咱们继续来看这传奇扑克最新节目 上来 罗伯就是QQ吗 这门话刚说一半 传奇扑克最新的这个一千两千的局 哇 这手牌上来就是QQ KGORACE IALTON风格挺凶的 不知道IALTON能不能控制住自己 谭轩没准会三拜他 我跟你说 谭轩三拜他会救了IALTON 谭轩要绑IALTON一把了 看谭轩那个架势就要三拜他 谭轩的形象其实没有那么好 他应该紧一点好一点 真的三拜他 罗伯这里边会尻吗 中间位置也不是不能尻 看看罗伯会怎么选择吧 罗伯一直在观察IALTON 他在考虑 IALTON 他尻好 给IALTON圈进来好 还是他RACE直接 他能不能拿下地势 我觉得尻好一点 谭轩的三拜的范围太宽 万一罗伯 在中间位置也还可以啊 他高如果IALTON 考进来也还不错 能接受 我三判的四拜 IALTON气排 谭轩也很有可能气排啊 这就是打凹链了 是吧 打到凹链了 盘轩要决定凹不凹 盘轩A8有点凹不动的 盘轩会负啊 他这牌肯定不适合跑马 罗伯在后边有艾奥腾的情况下 他还敢失败他 所以罗伯的牌力还是挺强的 他这张8这么弱的踢脚 很难去和别人跑奥链 12万 12万就是奥链 尻吗 弹圈 这尻完套匙了 哇 这弹圈运气也太好了 罗伯看看有没有黑桃 有一张黑桃Q啊 那罗伯也不怕 这没办法了 QQ all in了 他还有张黑桃Q 反正弹圈一靠 这弹圈运气也太好了 这首派弹圈真的是运气好 会打光啊 QQ我张黑桃Q他也不怕 他是抄对 两个人单挑 这底是25万3000了 直接奥链 也没啥好打的 下5万 这还有操作吗 这还能操作吗 弹圈尻靠一下嘛 奥链 他这也能操作 罗伯这牌 就是一奥链就怪事了 还有3%的胜率啊 还能不能发出两张Q 应该还有别的出路吧 他有什么出路吗 他有3%的胜率 如果要连发两张Q 应该有这么高的胜率吗 对有一些葫芦啊 弹圈 不是那个 罗伯能买一些这种的葫芦 这是我没看出来的 我说要不然他单买两张Q 到不了3%的胜率啊 他能追一些这种葫芦 弹圈还挺高 弹圈的运气 我都感觉不太好 不会发 真发出葫芦吧 盖率很 哇 我真的是葫芦啊 My God 罗伯的运气是真的好啊 我刚开始看见四条九 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炸弹 一想没有炸弹 你知道吧 我这罗伯 我就是感觉你知道吧 我就是感觉这弹圈这人 他运气最近一直都是不怎么好啊 这真的给罗伯发赢了 我3%的胜率赢了 你敢信吗 韩雪脸色不太好了 我这也行 我真的是感觉 我这个牌没看过吧 因为我没看过这么说着 我也有那种 就是我看着也挺爽 解说着也挺爽 你知道吧 因为我没看过 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 然后其实我也没想到 这个局面会发生这种情况 刚才看谭轩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运气不好 就最近他上一个比赛 那个百万赛里边 他运气也不太好 老被印度赌神压制 比印度赌神打牌打的好 但是输印度赌神 管这手牌 他上来那个A5的跑马 也是压制对方的牌 对方买K花 他买A花 结果输了 第一把输了 第二把赢了 然后这手牌 就是本来都是他领先很多的牌 他应该赢的 要不平分 要不输 这你说这晚上谁遭得住啊 其实希望 希望谭轩赢赢的 因为谭轩如果老运气这么不好 怕以后不来玩了 你知道吧 他赢打着高兴 玩就会爱玩这个 爱上这个节目玩 他又是老叔就不爱 是吧 就不爱老 不爱玩这个 不爱上这个节目了 就怕出现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谭轩以后不来了 单逆堂三拜特 Full了吧 谭轩还想推了吗 谭轩应该很有冲动 拿点牌推了 高六也推了吗 尻 后手还有三万 这么点筹码 谭轩有点情绪化了 阿里说 这高六就是直接Full他 那两个人单挑 说不定还能赢下来 四六开得去 谭轩是勾六 并没有中 这也不好偷啊 因为谭轩现在的根的概率是很高的 后手只有两万多 他看大逆堂 谭轩筹码这弯 哦还是缩了 谭轩会尻吗 感觉尻了 谭轩还不如自己缩了呢 说实在他有张九十高 你知道 还不如自己缩了呢 他缩了没准单眼堂会跑 谭轩不太高兴 你知道吧 上小牌他输了 那么高的胜率 他输了 他不太高兴 他那什么 他这把高六就进去玩了 哦赢了 谭轩啊 翻了个倍 翻到十万 这十万看着还舒服不少啊 比那个筹码量要舒服不少 大逆堂也无所谓啊 这个底池也不大 上手牌真的太贝劳啊 我们今天是看 I thought it was over for some reason 躺黑躺黑 这种牌可以擦 这次是扑克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整换零吗 Robo最近和他打牌运气 都是真的很好啊 Robo前面也是看他在那个 高额德州伯克第十一集 偷鸡啊 卡顺偷鸡 几乎是一个纯偷鸡 然后最后买上卡顺 被对吧抓不发 不拉夫了 买上卡顺 他玩一些小牌 也还种一些葫芦什么的 就是运气真的很好 玩一些脏牌 玩些种大牌 种葫芦 要是讲什么星座 他什么星座 在什么上升期 是处在这种阶段吗 运气也太爆炸了 谭旋K10 正常谭旋会玩这种团啊 谭旋又买了三十万 现在要带入四十一万两千 烤 四人抵持啊 咱们来看看翻牌 七二九 七一对 都没什么牌啊 应该 赛克赛克赛克 谭旋会偷吗 谭旋 到谭旋就不好说 一般多数情况下 这种情况都会赛克 然后谭旋重视 还不错 让谭旋赢点吧 让旋子赢点吧 野人要偷吗 野人买童花顺啊 红糙八的童花顺 谭旋也不敢啊 怕拆克瑞斯 谭旋 有人有八吗 没有人有八 都有点想偷 但都不太敢偷 就是这样的局面 阿尔特要偷 因为底持很小啊 一万五 至于吗 阿尔特 这也 是玩是玩呢 不好偷走别人 四人底持 你这个下注 不好偷走别人 这个很亏 这个说实在的 这个投机啊 你下一万五 你想把桌面上的人 都偷走 那要真的能 都偷走啊 真的都偷走了吗 这个牌面 他都偷走了啊 我没想到啊 我以为谭旋会考 谭旋不考 就没人会考了 哦 Robo会考吗 Robo这七一堆太小了 谭旋没考 我真以为偷走呢 我还是觉得 就算最后 艾尔特把人都偷走了 我也觉得 他这个下注不好 你知道吧 就是你想把 这种牌面 你想把人都偷走啊 难度挺大的 然后被Robo抓了 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以为谭旋会考呢 就这个性价比很低 你知道吧 就算艾尔特把人都偷走了 我也觉得 他这个下注不好 首先他是 这个下注容易被别人考 其次 其次是 你这个下注容易被别人 瑞斯你 你这个下注给别人 给别人一个很好的 反偷你的机会 是吧 位置好的 要是看你们觉得牌不好 你们牌 牌力没那么强 这个面这么湿润 是吧 他到时候再 反过来偷你 还给别人这样的机会啊 这个牌面很适合 那种偷鸡 所以我觉得 艾尔特他这么偷鸡 没必要 要不他偷的重一点 下注重一点 班尼唐90 瑞斯 罗宝 A7 三拜他吗 没有玩啊 踢脚不好 不玩了 赢不少了 罗宝在这 稳一稳 牌都不打地啊 这牌 太快了 没看见 KQ对AQ 这我讲你那什么 难兄难弟 他俩是丹尼唐 丹尼唐 AK 输Q 可以跑马 但那个还是 谭轩那个太贝了 谭轩那个胜率 实在是高太多了 丹尼唐那个 你怎么说 他是多少开 可能说个什么 三七开是吧 可能大概这样啊 谭轩那个是 97%的胜率 不过他俩都是 难兄难弟啊 不过丹尼唐那手牌 你反过来说 他是 跑两次 他全输 确实有点离谱的 我也不知道 那手牌胜率是多少啊 我可能大概一感觉 可能有个三七开那样 就是他 假设我把他 是七成的胜率 然后跑马两次 他输 谭轩原先怎么输 一十三 三七开的排局 和一十三跑马 也是谭轩输 跑两次全输了 谭轩 谭轩这个人 总体上运气 不算特别好 排技很厉害 运气不好 咱们谭轩这个人 有点容易情绪化 有的时候他打牌 你看这 像勾六那手牌 就没有那么科学和理 五七尻 咱们来看看这个牌 翻牌 六三Q 谭轩顶对要打吗 打不打都行 我觉得 这个牌打不打都行 打多少都行 尽量别下重柱 下重柱 下个半池什么 半池多一点 下重柱也没有必要 这种牌面 其实我想下个一万来的 差不多三万地址 可以下个一万 探探路的那种下柱 也人不想信 谭轩啊 他没位置 这牌 只能去追梦 说实在 Tank Race有点勉强 Tank Race Tank Race Tank Race有点勉强 谭轩现在 说实在的一般而言 别人这种牌面 中按三条 他还是尻的多 牌面不太湿润 现在谭轩就要判断 野人是不是 按三条那种牌 反正它是买牌 说实在野人这种牌 他也是有点强行的 去投机 用一个卡 中了五一对 彭桃啊 不是方片 他这个牌 对野人而言并不好 要继续投机吗 就是强行投机了 他这个牌 他真的是强行投机 也不打的 也不怎么合理的 他就是完全不信谭轩 我还才这么做的 你知道吗 刚才也是一个多人地吃 这也是一个多人地吃 他现在跑半了 要偷还是怎么着 要偷到底了 要偷到底 八万五 谭轩这牌是张红桃 谭轩是买花 这牌还是有点难的吧 难否的 谭轩 会缩了吗 也没有太多的必要去缩 说下轴比自己差的牌 没必要 他这牌还买个花 这花还不小 Q花 这值得依靠 你要说奥链也行 打走一些买顺 保证一下自己的胜率 但自己买花 我总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奥链回去 感觉是个尻 不是要封吧 我看他那么拿钞码 感觉要封似的 数号钞码又给 奥链了 奥链了 缩了 那野人 放掉 总体上这手牌 就是野人 有点强行 投机了 他这个牌 没有必要 这么做的 就是他可以追个梦 有梦想 谭轩下的 不算太重 是吧 半池多一点 你可以卡顺 追个梦 你可以追一下 因为他这卡顺 其实真买到了 还是挺隐蔽的 这个顺 他 他瑞斯完全没必要 谭轩不想给看牌 野人想看看谭轩牌 因为野人这种牌 就是怀疑谭轩 投机 他还这么做的 他想看看谭轩的底牌 看看谭轩是不是在投机 好 咱们在说什么 好像忘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 谭轩没注意到 野人一说 突然反应过来 这谁认识 翻译翻译 在这之前 收什么 Square的卡 同意开始 每个人 更早的什么 Square的卡 哎呀 头很疼 看一堆字 看那些字母 头很疼 27不会玩吧 太差了 A6 HJ位的A6不算太好 看Robot会不会玩 要玩 要下桌 那个位置有点靠前 他说谁讲了这个话 我们说谁讲了吗 我们可能讲了吗 黑石 会瑞斯吗 野人 这牌说实在的 没位置啊 没位置 这case有点不好不坏的 有人讲过这个规矩没有吗 谁讲的吗 他们讲什么规矩了 是不是谭轩那手牌 是你给我看牌 我给你钱 是不是那样 A6 Full了 那谁 不是那Robot Full了 Robot不Full中A 中8了 但这牌不好说 野人会偷一枪 Q8大概率要call野人 野人是忙住 好好好 有人讲 有个人想讲他 check了 队八也过 这牌队野人很不利的发牌 野人啥货都没有 野人翻牌 有点想放弃这个地址了 但对方也没打 野人说你不打 那我偷一枪吧 谁让你翻牌过的 你应该没啥货色 偷一枪 但对方有货色 有个队八 这队二 队八看起来很舒服 合牌 没法偷啊 一张承顺也没法偷 毕竟是起的瑞瑟 有四 很难有四的范围 这牌就是 这张牌发出来 你有张A你也不好偷了 因为A你有点怕这个牌面 你是张A这里边 就是下不了重柱啊 你是张A 哪怕下柱的话 也会下个轻点的柱 反正这个牌啥都没有啊 这个牌下柱很容易被抓的 两万六 你说他也下个轻柱 就好像有张A似的 他对八都到这个分上来 他肯定会尝你啊 你很难有四的范围 你有张A这么打的吗 其实A A很多时候这种牌面 他也会过牌 因为他怕他一下柱被追 你一张A 波兰赌神 看他好像要跑的意思似的 要尝啊 都输筹满了 不能输完筹 我真的负掉了 这波兰水 我觉得水平有点不行 你知道吗 他前面包括QK 他靠什么AK 虽然他运气好 这手牌他这么能跑掉吗 说实在野人 是最后他没有办法了 他被迫偷一枪 把波兰赌神给偷偷了 我是觉得波兰赌神 水平有点不行 咱们往后看看 得很 wrong 这是不回答的 也不会让他们 也不会让到 水平有点不行 水平有点不行 水平有点不行